怎麼看 我們看到那個新的那個會誕生 我就具體人士我不說 但是我想說一句話 就是說可能是一個消耗品 因為這第一任內閣真的出現之後 我覺得說在年底川普 那個或者拜登競選之後 臺美關係會有新的變化 那可能有第二屆會出現 所以我覺得說不用太拘泥於 那些人士的那個褒貶的問題 但我覺得說在整個地方裡面 內政有三塊 內政外交加起來三塊 一塊是國防軍事方面 剛剛講到國安三長 一定是延續那個蔡英文路線 這跟臺美關係有關 那同時你看到陸委會 海委會還有那個外交部 現在人選還沒有公佈 那我希望這個都是延續路線 這個都可以預期 第二塊是那個關於國家希望工程 國家希望工程是社會上面 怎麼讓年輕人感到有希望 今年論壇等等事情 第三塊就是所謂 國際供應鏈的重組的問題 那臺灣怎麼在產業上面去做 三角都會互相聯動的 那我相信未來情況 看內政怎麼去表演這個事 今天也是臺灣的關係法 TRA45週年 那臺灣關係法在卡特總統的時候簽署 是1979年的4月10號 那回溯到同年的1月1號元旦生效 那今天是那個薛瑞福 是2049計畫的那個研究所的那個訪問團的主席 對 跟蔡英文總統 就是現在這個畫面 而且2049這個計畫研究所是非常挺臺灣的 他們還出書 他們還有很多專文 然後他們經常投書 都是這個抗中寶臺 沒錯 主軸都是核心靈魂都是抗中寶臺 包括薛瑞福在內 他的書我都看過 基本上跟捍衛臺灣 抗中寶臺非常有關 臺灣關係法有兩個重點 要跟大家講的 這兩個重點也是臺灣 美國堅持 臺灣也必須堅持的 第一個是 任何企圖以非和平方式 包括悲歌或者說禁運 去解決臺灣的未來 等於威脅到太平洋的和平跟安全 美國就會嚴正關切 這是第一個 沒有說出兵 但是嚴正關切慢慢會 慢慢會提升那個濃度 第二個是提供防御性的武器 給臺灣 那這個地方你看得到 這些字眼都看得出來 美國是嚴格按照 臺灣關係法 來處理兩岸關係 來處理美中關係 這個要有一個意識 而且我們看 兩岸關係 不要單純看兩岸關係 是要從全球的 美中對決的格局來看 從這個格局來看 看到最近那個 今天稍後 那個岸田文雄跟那個拜登 在那個白宮 或者其他地方見面 是非常重要 今天晚上 他們會晚宴 明天他們會在 岸田文雄會在國會發表演講 而且明天也有 美日費的那個三方峰會 我覺得岸田文雄 可以拿回兩個東西 回去日本 第一個 AUKUS 雖然第一支柱沒他份 第二支柱開始跟他合作 那這個AUKUS的合作 剛剛講到了 量子的運算 無人機 還有很多那個 所謂的人工智能 超音速的武器 都會在裡面 這個都是日本的強項 所以這個地方就打通了這個關係 美國說不是HUB and SPOKE 不是樞紐的關係 不是美日 美非 美澳的關係 而是一個網狀的關係 是WEB的關係 所以以後這些國家之間會互相合作 形成第一島鏈的民主自由國家 互相的合作 第二個無人機 這個很重要 因為第六代的那個戰機 他會伴隨著一些無人機的旁邊 一起來跟他協同作戰 而這個會賣給日本 而且同時跟英國 義大利 還有那個澳洲 美國共同開發 2035年就會deploy 就會真的是裝置好 所以看得到這個都是日本拿回來的成果 日本去那邊不是談經濟的 不是談貿易的 是談安保跟防衛合作 我相信未來520之後 賴清德總統上任之後 我覺得台灣也應該站穩這個立場 繼續的為繼續穩定台美的關係 延續有效的蔡英文路線 蔡英文路線也不是每一個都好的 但起碼說在外交上面 延續這個國防外交路線 應該是事後他們要走的路 好 我們稍後回來 哈嘍 大家好 我是林官 我有全新的官方個人頻道 叫做林官說說看 歡迎大家跟我一起來說說看 也歡迎大家訂閱 訂閱 分享 按下小鈴鐺